HELLO 粉絲團的車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直播分享的車種 是Elantra上一代的MD 那這一代的它的代號是EX 算是小改款的 而且車主有加裝 這個應該是原廠還是改裝的 我就不曉得 很漂亮的小鴨尾 然後車主的話也已經改裝了18吋的鋁圈還有輪胎 所以整體的加上Elantra MD的外型相當的流線 所以改了18吋的鋁圈之後 整體的氣勢都不太一樣 會好看很多 那這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原廠的前面上座呢 KT也都有附 所以上座的話就不需要再做沿用 後面的話它有一個上橡皮 彈簧的上橡皮這個也不需要沿用 裡面的彈簧裡面的緩衝饅頭 這個也都不用再使用了 那今天安裝的版本呢 是KT的道路板 KT的比較特別的部分 是它的後面的行程呢 把它的腳管做外拉 然後行程就能夠做得比較長 這個行程幾乎跟原廠的長度差不多了 大概是119mm左右 那它外移式的後下座呢 就能夠把行程拉長 那主牛的調整在這個地方 順時針呢變硬 逆時針變軟 那它的調整機構在這裡 剛剛說的緩衝饅頭原廠的這裡 也需要把它卸下來 它的highlock key呢 才能夠放得上去 那這個彈簧是4公斤的彈簧 後面的調整機構在這裡 這個是調整車高的 那最主要的安裝技巧呢 還是不要把彈簧預載過多 如果這個桶芯縮得太短的話 它彈簧預載過多 就一定會不好做 而且會有其他的問題 而且會有異音 這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它後面懸吊系統 算是扭力量的拖一臂系統 結構上還蠻簡單的 預計今天降低的幅度 後面大概剩下兩指幅 原廠的車高 後面大概是三指幅左右 略降 略降大概半指到一指幅左右 不要這樣倒亮了 那前面的話 前面的安裝部分 需要把它的雨刷 上式蓋把它拆掉 它的上座在這裡 拆掉之後呢 阻尼調整在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不需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所以我們有附一個上座 然後這個上座裡面有一個軸層 這個軸層呢 是日本KOYO的軸層 它的品質的話相當的好 阻尼調整的話 從這個地方 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前面的一般道路版本 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 是200廠7公斤 它的離載串鋪 鋪定位置 還有油管架 油管架的話 這個是ABS排行線 這是油管 都是比照原廠的位置 預計前面的車高 大概是三指幅左右 因為原廠大概是四指幅 也是略向大概一指左右 它裡面的主尼鋪 所選用的是 印大利IP的主尼鋪 油封的話是 日本NOK的油封 這台車道路版的設定 KT大概可以降低到 大概剩下一指幅 到半指幅的車高 一般來說都是基本上 比原廠第一個 一指到兩指幅左右去多 KT的它的下座部分 在這個地方 現在螺絲鎖起來 這裡 它其實是一個橢圓孔 所以可以從我們的橢圓孔裡面 可以稍微做CAMBER的調整 微調 車道的調整 是從這個地方 把托盤懸鬆之後 這個 往逆時針方向 把它懸鬆之後 它的 車高調整 這個藍色的腳管 往上縮短的話 它的整體長度變短之後 車高就會變低 往下延伸之後 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基本上來說 它都沒有壓縮到彈簧的部分 所以它調高調低 整體的乘坐感覺 是差不多 這個車主的設置也很漂亮 這個車主的設置也很漂亮 這款的話 應該賣得相當相當好 車友也很膨賞 如果有需要車友們 有需要試乘的話 可以跟我們的小店聯絡 那以上是今天的安裝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